然後呢,setup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的table,比如說你用sqlite 他的那個例子用sqlite 然後你產生table 然後呢 產生table以後呢 然後有一個東西是很重要 在街裡面會很重要 在這裡也很重要 就要管理,我們現在做server端 server端,我們一般在使用者會寫程式 很像就是,使用者就使用程式 寫程式的人,程式寫好的就多給你去用 其實很重要的是一個,是管理的功能 你要他活久一點,你要收費 你要做很多事情,你要追蹤 那這個,都是管理的,那管理功能呢 所以他還有一個setting up 這個automatic admin administration application,要管理的應用是什麼 管理這一個應用,你要做 這些事情,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到GAE的時候更powerful了 那至於 至於dejeno現在資料庫的部分 有些我會把它跳過,為什麼 因為我們等一下重點是到GAE 因為資料庫 資料處理資料庫的這個部分 在雲端,它不會不容許你處理檔案 雲端的資料庫呢,也有點不一樣 雲端裡面,它不能把它的資料庫 或者它的檔案系統 就丟給使用者來用 那很危險 所以這個 這個有一些不一樣的 到時候再跟大家提 最後再把它public site 把它這個deploy出來 create template view 這個URL pattern 最後來 大概的過程是這個樣子 後面有細節,一個一個 所以你在 如果你安裝好了以後 你要做一個應用 就產生一個所謂的 譬如說my site 這個project 那project裡面 大概有幾樣東西 有管理的這個應用 資料庫要建 然後呢 你可能有 你現在的block 應用的block 或你可能有另外其他的應用 譬如說foambook 其他 你每一個一個一個應用 所以你產生了project以後 project裡面可能有很多的這個應用在那裡 那有可能有個資料庫 那管理的 也要產生 所以每一個 每一個project裡面 大概都有這些東西 就是你要產 第一次產生project裡面 就會有這些東西 那這些就是 就剛剛的那個 比較詳細的 一步一步的談 我就不談了 就很快看一下 就比如說你在這邊下這個指令 我產生這個 這個project 這個網路上都有一步一步的 那 那 那在這個my site my site的這個project裡面呢 裡面就包含哪些東西 initiational py 就是python的程式碼 管理的程式碼 setting的程式碼 還有URL的py 那這個相對於Rubion Rail 這是dejango 相對於Rubion Rail 其實類似 所以你會了dejango 去學Rubion Rail 或會了Rubion Rail 來學dejango 很類似 它裡面就會有一些什麼 manager empire 就是它裡面的程式 setting 就是Rubion Rail裡面的configuration setting 就是我要做這個管理的setting URL URL在Rubion Rail裡面 它叫routing 就是這個 取得URL的那些URL名稱的 處理的這個python 那 那 那這個是project的部分 project完以後 當然就start這個 server start server的start application 那這個 那這個start server 下的指令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都不易談 那 然後你在 譬如說我做了一個 這個phonebook的應用 phonebook的應用裡面呢 我們剛剛說是project 那在某一個應用 就我正在這個程式 我block的應用 或phonebook的應用 或是叫號碼簿 或是我block的應用 那個應用裡面呢 會有哪一些程式呢 會有 model template view 會有mtv 相對於那個 Rubion Rail就是有model view controller 所以你那邊會有model.pi 好 template template它不是拍照程式 template是一些呈現的樣板 它會有樣板 然後呢 有view的程式碼 主要的程式碼 在view這裡 那資料庫的那些class 資料的 資料的 宣告在model這個裡面 那還有URL 點拍 那URL是準備要feed 給這個view 不要傳給view的那個部分 所以這個 每一個應用架構裡面 大概有這個 十分鐘好像已經過很久了 有位同學不行了 這個 OK 好 繼續 那這個 model model就是 找到怎麼樣呢 model當然基本上 那就是你 就長這個樣子 就是你的 就是定你的資料格式 你做資料庫有資料格式 你要用到的 比如說這邊有title 有這個cater fee 就是它裡面的格式長什麼樣 那這個 所以那create了以後呢 你就在setting裡面去把它 active syncdb 就是我 我產生了資料庫 然後我要讓它active 所以大概都有 這幾個動作要做了 那 然後那admin admin admin 當中run好以後呢 就有管理的這個interface 那在setting的pi裡面呢 有一個install 就 就開始就sync完以後呢 就可以run server 那就有管理的界面 那 那這是一個這個自動管理的界面 在這個 這個dejango裡面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 127.0.0.1 這個我想我們不再談 這個就是local 我們一般所講的localhost 其實它是做一個local的loopback的那個IP 那 就是我把server跟kintone 裝在從一台的時候的那個IP 那 我講的東西如果很快 有些東西你聽不懂 或者127.0.1代表什麼 你可以以後再討論 或在網路上都要問 或在這個 那不要這個一下子又晃晃晃 就晃過去了 這個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很基本的 只是在我們這個課裡面 可能沒有辦法再 再重複的談了 那 那這個 admitration的 的 就讓我們可以做一些 應用的管理 group的管理 使用者的管理 set的管理 那都可以 然後應用這樣 那都可以 你要新增刪除 這個做新增更改 都可以在這個 這個admitration的界面更改 所以這很方便 就是你可以 調整你的data 你沒有這個管理的話 你除了都用程式來做 很辛苦 所以管理界面很重要 那 那GAE呢 雲端那個管理界面 更powerful了 所以 所以像我們現在的這個 我們自己的宅學席 或其他的所有的 或 我們的管理界面都交給誰 都交給Google Analytics 都交給Google去做 Google做得很 為什麼做得好 它可以追蹤每一個 我們自己當然也有管理界面 同學的使用 可是我們做Google Analytics的管理 我可以把 到底是 今天有幾個人來看 或是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從哪裡來 他是用什麼機器 他用什麼browser 他來看過什麼 誰從哪裡來看過什麼東西 那這些都幫我分析好成圖表 所以就很方便 那自己要來管理的話 那有時候要花比較多的力氣 所以管理的界面是 那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那URL 在URL的這個點拍裡面 我剛才說 在一個application裡面 好幾個嘛 一個application裡面 一個應用裡面 有好幾個部分 有model mtv 那還有一個URL 還有一個URL點拍 那URL點拍是什麼呢 URL點拍裡面 它裡面 就是告訴你 project level跟application level的 這個URL的configuration 到底 那這些URL呢 是 要丟給view去callback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說使用者的這些request 都是一個URL 然後這個view呢 再去處理 所以那個 我們的那個view的程式 再去處理 那view的話 接受request跟response 然後決定呢 哪一個data要呈現 然後呢 把這些東西呢 丟給這個template 告訴template 然後去呈現 那 那view呢 最後丟出來的時候呢 它 它是 最後出去的時候 經過template的時候 一個he response return回去 這個 把 把這個內容 丟給template template 去談 其實template很大一塊 那大家在 做personal 拋頭的時候 有好多力氣 要花在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 所以了解觀念了 再去做會比較 有比較好 方便一點 template基本上 只是一個文字檔而已 那它會產生 從資料庫裡面抓到一個變數 所以x等於jo 那 我們寫這個 我們寫這個底間口程式的人 我可能就會寫 我們寫一個一個template 我們說這x要怎麼呈現呢 就是hellox 你會得到x 我這邊就hellox 可是 最後呈現出來的 是個網頁 一個網頁的 HML JavaScript CSS 那這些跟這個x的關係是什麼呢 這template engine 會把我們的這個hellox hello這個兩個大括號x 這個就是一個template的這個語法了 兩個大括號x 這是這個template語法 它會幫我們把它轉換成hello do號 jo 驚嘆號 就是它幫我們會做一個這個動作 但這個很簡單 你看不太出來 就是基本上 它會幫我們把 我們所規定你要怎麼成功 呈現的這個樣板 幫它呈現出來 就是在這個 都透過這template的engine 呈現出來 這是最基本的 我們後面會再看 會看一個比較多一點的 比較複雜的